似乎好像没有 这里面有没有 没有 那我们就搜一下 他说 这个我们的layout 这个通过screwview 来进行我们的这样一个层级托动 那么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screwview它实际上也是一个frame layout 这我们后面会讲到什么是frame layout frame layout说白了 就是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里面尤其仅有一个对象 就这么简单 你看所以你应该只放一个子元素 在它这个里面 这个就记住了 我们screwview的第一个规则 里面只能放一个子元素 我们通常用lanar layout 通常用lanar layout 第二个规则就是什么呢 我们通常要把它放在根元素下面 我们要把它放在根元素下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它这个空间的两个规则 有一个子元素 第二 screwview 这样就理解一下就行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 我下面就开始要加了 screw screwview 那么 我肯定应该把它嵌到起来了 但是大家注意 我们的xml的命名空间 是不是应该放在根元素下面 我们给它拷上来 OK 就这样 我们最最简单的一个screwview 就完成了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 似乎没看到什么东西 是不是遗忘了一件事情 我们所有的view都要干嘛 有两个属性 是不是必不可少的 对吧 有的时候 因为我之前见过朋友 说 哎 也不出错呀 那怎么就没东西呢 就忘了 这两个属性 不管你什么时候 你都不能忘掉它 那个 layout one hit bug bug 每次敲了这个时候 一回车 它就 这个也算是 它编辑器的一个小bug 我们来看一下 哎 你看 就是效果了 对不对 那我们 直接看效果 再更改一下启动 嗯 没考虑 咦 没考虑 它效果了 效果出来了 我们一看原来更简单的 我们什么代码也没有去写 无非就是放了一个 我们的SchoolView就可以了 这就是最简单的效果 那好你说 我希望去定制一下 它旁边的这个 它的样式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有很多方法 就可以去定制 那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 看看它属性里面 有什么特殊的东西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属性 Foreground 都是界面表现 这还有一些跟动画相关的 Layout的动画 你可以用 就是什么呢 第一次当它呈现出来的时候 的这样一个动画 什么叫第一次呈现出来 大家看到 现在是没有显示的 这就呈现出来了 你是不是要它有个动画 这个当然我们也可以去设置 动画我们后面会讲 但是实际上 你也可以用到什么的 我们系统里面 也会提供一些动画 又在那个Android的 点R那下面 自己去找一下 有很多 什么典型的 什么 弹入啊 弹出啊 这这类动画里面都定制 好 我们在这看一下这个 Screw back Thumb Thumb Vertical 就是垂直方向的 垂直方向的 Thumb的话 它本身有拇指的 这个意思 实际上这个地方 就是指我们的这样一个标识 还有Track Track就是跟踪 就是我们没有看到的那块标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这块灰的 这个就叫Thumb 在这灰的其他地方 都不是都还是黑的吗 那一块就叫Track 因为它是通过那几块来跟踪它的一个位置 所以叫Track 那好 我们 我们来设置一下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Screw back的样式来进行设置 Screw back的样式也提供了几个 几个方式 这个是配合设置 包括Inside Overlay Overlay就是是否去显示 是否显示它那个小标签 等等 这些内容 但是它默认的就第一个 好 我们再 我来设置一下这个Thumb 在垂直方向的这样一个Thumb 它这就是一个小bug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bug 那这也是个reference 就是一个指向 我刚才指向一个什么呢 你是不是可以去指向一个颜色 指向一个形状 对不对 我也可以去指向一个图片 我来看一下 我指向一个图片 看它的效果 什么样的效果 这边有什么 比较有意思的图片 一个是Name Button是什么样的Button 好 Button1和Button2 我就指向Button1和Button2 我看一下效果 Check 看到没有 这样你可能看得还有点晕哈 实际上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是我们的Button1 其他位置就是我们的Button2 但用这个你可能还看不太清楚 我用Name来给你替换一下 你可能会更加清楚一点 Name 好 这就是我们界面的一个定义 我让它运行一下 我们顺便现在界面都定义好了 我们当然同样的也要去看一下什么样 也要看一下事件 对不对 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件 我用哪个文件倒不所谓啊 因为毕竟我们非定区密情态 2.id.61 好像没什么不一样啊 看到没 似乎没什么不一样 但是实际上我们当前的这个是可以得到一个 得到我们当前窗体 还可以得到我们当前窗体的6的screw的位置 就下来给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 我怎么样去得到当前我滑动到哪个位置 给大家给下来 看一下我的sum是不是变了 我用button了 它就是绿色的 蛮有意思的 好 这个空间的话 一般我们用的倒不是特别多 但将来你会用到一些复杂应用的时候 你主要就是要加入一个 除了就它对外观的一个定义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形状啊 不用图片 对外观的一个定义之外 你其实你当然也可以更改它的宽度啊 这些内容 那 甚至于你可以更改我们sum 那么我们要做的 除了这些内容之外呢 我们重点就是看一下 要跟踪它的这个滑动到哪个地方 这个下来到大家用到的在于查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可能每一个空间都跟大家讲得很细 好 我们再往下看 slide drawer slide drawer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slide drawer 我们从字面的理解就是什么呢 滑动的抽屉对不对 好像你之前还有朋友问过我 什么怎么实现这样一个效果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滑动的抽屉 我点一下它 它会滑上去 还有个动画的效果 对 然后我再点一下它再下来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实现的一个效果啊 OK 那这个空间怎么去实现 这个有的时候很有用 对不对 比方说我们以前 Android的1.6以前版本的那个luncher mode的那个luncher 它是不是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切换 它的在home screen 和我们的application的list 在这个界面上切换 记得吗 1.5 1.6 那个版本 没有 它就是 以前的老版本 就是你点一下 比方说这是home screen 当然可能是横着起的 你点一下它 然后它就切换到我们的那个 应用程序列表界面了 它不是跑上了去了吗 你再点一下 它又下来了 好 这个很多时候蛮有用的 就像一个拉开 拉开滑动一个抽屉一样 这效果也蛮酷的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实现 我们来看一下 这有没有 很显然没有了 没有了 我们就搜一下类码 sliding source 那它是继承于什么呢 它是直接继承于viewgroup 那我们看到 它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你要去写 会怎么去写 实际上并不难 就是什么呢 点一下 它跑 它在上面 更改一下 它的这个位置 更改一下它的这个位置 同时更改一下 它里面的内容 这个内容是什么 显示不同的view 那么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要用到一些动画 这个动画 我们后面会讲到 实际上实现出 这个动画并不复杂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里也有一些建议 我们用这个sliding viewer 那么它 有两块 一个是imageview 一个是gradeview 那么这两个 不是有两个ID吗 看到没有 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这里头有两个属性 一个叫handle handle我们就知道 就是处理 或者叫具比 那我们看到这个上头 你觉得哪个对象 是一个handle呢 我们看到这个界面 它一个叫handle 一个叫content 这两个 是指向两个空间 看得出来吗 是指向两个空间 那你觉得 它这个上头 哪个是handle 哪个是我们content 这一坨是不是就handle 这一个点 因为我们是通过点 它来处理的 对不对 那么上这块内容 是不是就是我们content 好 我们来做一个效果实现 我猜都可以猜了 我们都没必要去细看 所以大家玩这些东西 很多时候 你慢慢玩会了 过后就猜就够了 另外用一个吧 清爽一点 我们在这里面放一个sliding drawer 我们在这里面放一个sliding drawer OK 然后我们看它自己给我们建了一些内容 给我们建了一个button 给我们建了一个line layout 而且它已经给我们 把它们的连接关系给对应上了 看到没有 连接关系都给定上了 那下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重点你知道这两个属性就行了 一个叫handle 一个叫content 这两个属性 你了解清楚就行了 那么我们要下面要做的 是不是就是给这个button 或者你用个image button 或者你用一个button 我们找一个 这个button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背景吧 这里面我们给它放一个图片吧 这个让它是 kift finalizeFillParentHeat也是FillParent 看一下刚才哪个QT比较清爽 这个Activity内容比较多 这个Activity 再建一个吧 买错 Activity 设计 Coproach SaveContent ok 我们把它注册一下 ok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点一下呢 看到没有 这个 这个能拖的原理是怎么实现的 动画的原理怎么实现 我后面会讲到 动画的原理怎么实现 会在下个阶段 而拖的原理怎么实现 我们就在过两分钟讲 并不难 但是如果你自己实现要麻烦一点 但其实原理也不复杂 我上次给你讲的是原理的实现 而且你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去设置它的一些动画效果 因为它默认的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动画效果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也